爱情 在我心里就是可以 和一个自己 两个人真心相爱的两个人 我很爱她 她也很爱我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结婚生个孩子 然后 养一条狗 然后 安安静静的生活吧 去年华晨宇发文回应此前在网上流传的 三千万顶流爆料 城市的我们是有一个孩子 严谨一概却惊呆了无数人 毕竟在三千万顶流的爆料之前 华晨宇和张碧晨看起来并没有太多的交集 在华晨宇简单明了的承认自己有一个孩子之后 张碧晨也出面回应 长文解释了自己和华晨宇 以及孩子的由来 称自己在2018年秋天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那时虽然跟华晨宇在一起 但两个人从来没有想过生孩子 但他们又十分的想要这个孩子 所以在那个情况下 选择没有告诉华晨宇他已经怀孕了 然后独自离开 也就是在张碧晨怀孕之后 两个人分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张碧晨称当时是他主动断了联系 华晨宇根本联系不到他 在华晨宇不知情的情况下 张碧晨独自升级成为了一名母亲 而随着孩子的长大 张碧晨意识到 应该让华晨宇有做父亲的权利 所以将这件事情告诉了华晨宇 两个人之后呢 也一起为孩子落了户 聚习女儿是2019年春天出生的 取名华晨成 自观宣友谊女后 华晨宇和张碧晨也就各自忙碌 看上去鲜少产生交集 两个人表示会共同尽到养育女儿的责任 只是对外呢始终标榜单身 华晨宇给人的感觉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相信华晨宇的忠实粉丝 对于他的歌曲都能有所理解 很多人都说华晨宇的童年创伤 是无法治愈的 他的内心曾被很严重的伤害过 从小父母又离异 华晨宇可以说 从未感受过家庭的温暖 所以意志里来 他对待婚姻感情也是很不看好的 就是因为学校人太多了 我已经怕到就是不去上课了 我每一年的老师的评语 就是哪怕换班主任了 也会给我那个同样的评语 就是希望你能够静下心来 快乐一点 不要想太多 长大了之后呢 我觉得我自己感觉要掉到深渊里了 就是出不来的时候 最后我给自己做了一个选择 就是不是去追求快乐 而是追求不痛苦 不少人觉得看来和张碧晨是附和无望了 那此前就有人问张碧晨 会考虑给女儿找肌肤吗 不料他接下来的回答 可谓是让华晨宇都愣住了 张碧晨直接回答不会 孩子还小 可见张碧晨还是很在乎孩子和华晨宇的 而这也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孩子 其实华晨宇和张碧晨 似乎也存在着迫近重圆的可能性 在我们的歌这一档综艺上 有细心的粉丝就发现 张碧晨和华晨宇啊 好像是在共同用同一套茶具哦 张碧晨拿出的这一款茶具 华晨宇去年在社交平台上晒过 张碧晨直言 这套茶具是专门带来的 还用报纸妥善包裹存放着 可以看出他对这套茶具极其真爱 也透露出对这套茶具的喜爱 网友们放大细节进行比对 从造型到材质纹理都可以确定 张碧晨带来的茶具和华晨宇使用的是同款 连唯一的花纹图案都是一模一样的 凑巧的是 这款茶具呢还是线练版的款式 名字更是颇有寓意 寓意一心一意 这或许就是对外释放了一个好的信号 就如张碧晨所说的那样 未来还会去重新磨合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感受到爱 感受到家的温暖 这样看或许两个人会复合呢 如果真的重新走到一起 那么同款茶具就是最好的解释了 仔细品品还是很甜的 脱离网 我带的这一套茶红是齐的 不是 这两个是一套 是一套 那我特别喜欢 这是一个孩子 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家茶叶 我还下棋呢我 真的 下象棋下围棋 他们有时候会过来找我 然后喝喝茶下下棋这样的 有时候跟他们一起下象棋 有时候下围棋 不过因为之前突然产女一事 对双方的事业都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这大概也是两个人 将私生活低调隐藏起来的原因 想想当初张碧晨将未婚生子的 大部分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 就是为了不影响华晨语的事业 独自生完女儿 又面临着流言蜚语 张碧晨确实也是挺勇敢的 如今两个人要是能复合 那对孩子来说也是幸福的呀 能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和爱 那么看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看法呢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